家庭一代更比一代强,就会出现新家子,家庭一代更比一代弱,就会出现败家子,没有人希望家庭出现败家子,那败家子为什么会出现呢?原因有三,要么家庭教育出了问题,要么个人选择自甘堕落,要么是天生的使命,一般来说,孩子是否败家,在他们小的时候已经注定了读国学经典,无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家庭气数走到尽头,就会出现败家子。 纵观历史,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,不论这个家族多强大,只要他逐渐走向衰败,就会诞生出一大堆的败家子,秦始皇千古一帝,但他所生的儿子,要么性格懦弱,要么坐吃山空,要么各种折腾,以至于始皇帝驾崩后,迎胡亥即位,短短三年,就败光了秦国的基业,隋文帝扬间一代英主,结束南北朝的混乱,很有作为,但他的儿子,要么不懂事,要么乱搞事,以至于扬间死后, 杨广上尉,很快就将隋朝的家底挥霍殆尽,不论是始皇帝的嬴氏家族,还是隋文帝的阳氏家族,走到了盛极而衰的阶段,自然就会出现败家的孩子,气数这种东西,看似玄乎,其实就是春夏秋冬的自然规律,有春夏旺盛发展的时候,自然就有秋冬凋零寂灭的时候,有些孩子的使命,其实是来讨债的, 民间有一个说法,有的孩子是来找父母报恩的,而有的孩子是来找父母讨债的,报恩的孩子,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家子,而讨债的孩子,就是我们常说的败家子,不论是报恩,还是讨债,都涉及到孩子本身的使命, 明朝中期有两兄弟,朱祁镇和朱祁玉,他们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,宣宗死后,朱祁镇继位,史称明英宗,他做了一件大事,土木堡一战,输光了前几代人的家底,连自己都被俘虏了,在关键的时候,朱祁玉上位,史称明代宗,自土木堡一战大败后,蒙古瓦剌的冰封直指京师,幸亏朱祁玉主张死守京师,才保住了朱家的基业,明宣宗朱瞻基的这两个儿子,一个败光了朱祁, 朱家的基业,一个挽救了朱家的基业,可谓是讨债和报恩的典型例子,父母宠溺孩子,孩子就容易败家,谈完了气数和使命的问题,那我们就来谈谈家庭教育的问题,要知道,还有一部分的败家子,是父母宠溺出来的,父母是创一代,吃了很多苦,但也赚了一些钱,就不愿孩子去受苦,而让孩子在温室当中成长,养成了一来伸手,饭来张口的习惯,一个孩子从小就没吃过苦, 也不知道人间疾苦,更没有一饭一粥来之不易的观念,那他就会大手大脚花钱,根本不会珍惜父母的家底,随着创一代的父母离开,富二代的孩子,要么到处交涉引逸,要么到处花钱如流水,要么各种创业,要么被人欺骗,终究保不住父母的家底,宠溺孩子,不让孩子经受生活的魔力, 那他们就缺乏守成的本事,试想,得不配位,或者说得不配菜,不就避惹栽殃了吗?孩子没赚过钱,就不会感恩父母的付出,赚过钱的人,跟没有赚过钱的人,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,举一个例子,一个衣食无忧的年轻人。 在他读大学的时候,他会觉得,开几十上百万的车才有面子,要年薪百万才有本事,等这个年轻人出了社会,被生活毒打了,那他才发现,普通人一年能赚十万就很优秀了,靠自己的本事,要想开几十上百万的车,还真不容易,没赚过钱,就不会珍惜父母的钱财,赚过钱,知道生活的艰难,那他就会变得节俭,这就是所谓的是非经过不知难,有些事,父母不让孩子去经历, 孩子就不知道生活的真相,不知道真相的他们,就容易犯糊涂,觉得事事都很容易,如此,他们不就容易成为败家子,而到处碰钉子了吗? 所以说,父母在有钱,也要让孩子学会自己赚钱,至少要去感知人间疾苦,跟狐朋狗游走太近,容易成为败家子,所谓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 你靠近谁,那你就会沾染谁的气息,而学到谁的一套,靠近君子,就会学到君子的一套,成为君子,靠近小人,就会学到小人的一套,成为小人。 孩子跟一堆狐朋狗游天天鬼混,那他就会沉溺于花天酒地,或者娇奢淫逸的生活当中,从而逐渐堕落,扭曲了原本正常的价值观,为什么会有孟母三千? 一说,就是因为孟母希望给孟科找一个不错的环境,让儿子可以塑造端正的价值观,成长为一个君子,要想避免孩子成为败家子,就尽量不要让他们接触狐朋狗游,人哪,好起来艰难,而坏起来,就特别简单了,习惯索取,成为家里的蛀虫。 儿女,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家庭的希望,是因为,他们有明媚的未来。 还有大好的年华去奋斗,去探索,成就自己,也给家庭带来希望与荣耀,只是,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,有的子女,从小品学兼优,凡事都很独立,大学毕业后,便能找到稳定的工作,独立生活,有的子女,习惯了好吃懒做,习惯了向父母索取,不断消耗家里的资源,成为了家里的蛀虫。 也许,有的父母认为,家里条件好,让子女过好一点的生活,少受点苦,也是理所当然,以至于,子女渐渐养成了不思进取,习惯索取的习惯,一个家里即便在有钱,子女若是站不起来,无法保持独立,便很难真的守住家里的基业,加上习惯索取,好吃懒做,不上进,即便家大业大,也有可能会被子女摆光。 若想让子女将来的路走得稳,就要在经济上稍有遏制,不要做到一味的给予,引导子女通过劳动力去换取报酬,学会独立生存,子女越独立,将来才越有可能有出息,越有可能让家庭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脾气大,能力小,喜欢生气解决问题,社会上流行一句话,上等的人,有本事没脾气,中等的人,有本事有脾气,下等的人,有脾气没本事。 一个家庭发展得好不好,从子女控制情绪的能力能看出来,越是有能力的人,越善于控制情绪,梳理情绪,调整心态,积极,理智地去处理问题,越是没有能力的人,就越容易被情绪控制,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,而女的脾气越大,在与别人合作时,遇到问题,冲突和矛盾时,很难做到理性沟通,习惯用生气去解决问题,势必就会加重矛盾。 将冲突激化,如此,一个人的处理事情的能力就降低了,能力低了,晋升,发展的速度就会变慢,甚至,还会因为生气,措施机遇,脾气越大的子女,能力越小,大脑中有一个固定的思维,谁嗓门大,谁就有可能站迎面。 实际上,生气解决不了事情,还会阻碍自己的发展,换句话而言,越爱生气的人,往往越是没有出息,子女发展不好,自然一个家庭也很难有起色,还有可能因为生气,惹是生非,让家庭陷入是非中,赔礼还要赔钱,导致损失惨重,家庭不和睦。 为了争资源过分自私,在一个家庭中,儿女是否能互相合作,是否能团结一心,也决定了一个家庭会不会发展得好,发展得不好的家庭,一把儿女之间喜欢吵架,争执,心没有在一起,为了一点点小事,就大动干戈,不相往来。 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时候,一个家庭之所以会散,其实就是吵散的,吵架或者冷战,都会影响大家庭的氛围和风气。 下一代,也会有样学样,导致家里进一步的败落,为了自己的利益,或者为了争取家里的资源而过分自私,只会败坏家里的风气,还会让一家人离心。 若是子女之间能团结一心,不管遇到什么事情,都能做下来和气的沟通,彼此之间能做到谦让,妥协,有爱,那么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在一个家里。 子女之间互相有爱,一起守护彼此,守护家庭,家就会发展得更好,人生路上,有家在,就有港湾在,作为家里的一份子,要尽力维护家庭,守护家人,同时学会经营好自己,提升自己。 让自己发展得更好,每个人都为家里做出一份努力,家自然就会发展的枝繁叶茂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